到了货币贬值 还有粮食价格上涨的印象 土耳其7月的通膨年增率 飙升到了79.6% 创下了24年新高 民众是苦不堪言 而在埃及 通膨也是居高不下 年增达到将近有14% 粮食价格飙涨 连国民美食都不再评价了 而另外为了要对抗通膨 法国国会通过的规模 大约是台币6100亿元的法案 希望透过调升公务员薪资 还有退休金等方式 来缓解通膨的压力 土耳其民众最近出门 采买五不斤斤计较 因为货币大贬 使得通膨持续恶化 其中交通运输类 增幅达119.11% 粮食与非酒精类达94.65% 7月年增79.6% 创24年新高 吃肉早已变成一种奢华的享受 埃及民众最近同样苦不堪言 尽管通膨年增率13% 在发展中国家不算太高 但货币最近贬值 19.3%埃及棒对一美元 创历史新低 埃及身为全球粮食进口大户 冲击不小 国内万物起涨 用通心粉跟大米等食材 做成的国民美食 酷沙利 以前一盘最多只要台币15块 现在价格已经三级跳 法国通膨一样很有感 6月通膨率5.8% 为了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 国会通过一项规模200亿欧元 约新台币6100亿的纾困法案 具体措施包括 增加4%的涉幅跟退休金支出 为公务员加薪3.5% 并将房租涨幅限制在3.5%以内 乌俄战争使得国际粮食价格飙升 非洲直角各国偏偏又遭讽干旱 买不起粮食也种不出来 使得当地数百万人挨饿 一场人道危机正在上演 成为了编译